七天 就是说你从刚开始有一点咳嗽 一点点症状的时候 到你这个受不了了 扛不住了到医院 这大概有七天时间 然后呢 平均从起病开始算了 就是说大概八天左右 有一半的病人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 九天左右 有这个30%的病人会出现这个呼吸衰竭的情况 然后大概有40%的病人需要进入ICU治疗 这大概是在起病十天左右 从这个上面 从这个介绍的情况来讲呢 就像刚才王大夫和大夫讲的 对于轻症的这个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人来讲呢 实际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而且呢 我们可以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 大概70%的病人 他们就出院了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就想提醒在武汉 在疫区的这个病人呢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呼吸困难的症状 在医院爆满的情况下 我觉得 待在家里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因为你不知道你是不是得了这个 冠状病毒感染 你去了医院之后呢 反而增加交叉感染的这个机会 反而是呢 你出现这个呼吸困难了什么的 那肯定是需要医院的救治 因为你需要进监护室需要上呼吸机 那是没有办法了 但是呢 就是说 大概有百分之六七十的病人吧 还是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治疗 他自我隔离啊 就应该可以好转 当然了 对于这个在非疫区的来说呢 有人在北京上海 如果病例还不多 医院还没有爆满 他还可以这个 达到 他还可以做一定的流行病学调查了 筛查了 分诊了 等等的这个 还可以起到这些作用的情况下呢 我认为这些病人呢 倒是应该去医院 因为他把你隔离了 一方面是对这个社会是一个保护 对社会上没有患病的病人 这个普通人群是个保护 另外呢 对你的家人也是一个保护 但是在疫区 如果在你这个医疗系统崩溃 这个整个这个政府无法运行的情况下 可能如果你觉得你症状轻 没有出现呼吸到 呼吸困难的情况下 到医院去可能得不偿失 我不知道 何医生 王医生 是不是同意这个看法 我 我是 我当然不是接着你的话说 但是也是接着你的话说 就是说 潜伏期一般都认为是两到三周吧 然后你就说了 有八天左右不看病 然后出现症状就不是潜伏期了 不看病 所以加在一起 有三个星期左右吧 所以这段三星就是到处传播给他人 所以就这段这三星期真吓人 对 但是在武汉在疫区 就他们没有在他们没有办法鉴别这个情况 他们没有办法鉴别你是不是患病的这个情况下 如果你在医院 就是说你排队排好几天 我觉得可能有点得不偿失 我不知道何医生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 这是很好的个事 实际上这个问题呢 不仅仅是医疗问题 实际上公共卫生或者是个社会问题 我觉得提到这个问题是个很好的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是 在现阶段情况下 你看到这个武汉这些大医院 已经处于崩溃的状态 我的这个硕士研究生的同班同学 就是协和医院的这个呼吸科主任 他说他们基本上就根本没有回国家了 就是住在这个病房了 穿着呼吸防护服 过年大年三十晚上吃着年半 都是穿着防护服在那吃着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个人认为实际上 应该政府应该是起到一个疏导的作用 让所有的这个中小型医院 甚至接到门诊 但是门诊 这个私人医生诊所 小的这个诊所都利用起来 让所有的这个 余物的这个区域的病人呢 发烧的病人呢 在这些地方呢 就诊或者是隔离 观察 不能说隔离吧 就是至少观察 那么大医院的这些医生呢 他可以派出医疗 以救护车巡回的方式 到这些小医院呢 给予一些快速的审视 间谍指导 以这种作用 都集中到大医院 你看那些医院里头 我看了几个视频 他拍的那个协和的视频 同济的视频 就不说他门口那些 排着长龙进去的那些病人 或者家属 走到里头那些病人 躺在地上 家属在那围着闹着 哭着叫的 家属他不感染 他怪了 我跟你说 如果这是一个真实的 那个感染的病人的话 那么这样的一下 就几乎在院内 就是进一步的 在院内传播 院内进一步的扩展 所以这是造成这个 疾病的进一步的 扩展恶化 这个很大的因素 实际上小医院 门口罗线 谁也不去那 这些资源控制 就匡控制在那 所以中小医院 这个现医等等 这时候应该把那些区域 局部区域的那些 怀疑的病人 应该给他收治 由这些有经验的 大疾病院的医生专家 来作为巡视 指导 张医生提到这个 如果不行的话 自己待在家里 然后进行自我隔离 这个肯定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因为现在已经提出来 让全中国人民 家家都隔离两个星期 就是别出门两个星期 所以这肯定是 对 这肯定 这肯定是对的 这肯定 家家隔两个星期 这肯定是对的 但是这件事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不能得到 对症的这个治疗的话 那就 这个死亡率 就会显露出 他的自然的本性 就是他怎么样怎么样 病人就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对症治疗 都不能够提供的话 那么这个死亡率会提高 实际上呢 我认为就是主要是 病人要自己监护 他这个有自己要 看自己有没有呼吸困难 这个症状 因为这个病最重要的是 出现呼吸衰竭 如果你有呼吸困难的话 就一定要去医院 因为如果出现呼吸衰竭 大多数人都会 张医生现在住院住不进去 那没有办法 因为你必须 那到那个时候 你就只能打破头 往里挤了 因为你没有别的办法 你只能等着上呼吸机 你不能在家里等着 你说对 所以就是这么个问题 当然是理想的状态来说呢 肯定是在这个医院 等待接受这个专业人员的监护啊 这是最好的 但是呢 在目前 如果他医院没有办法收你 而你又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得了这个肺炎 你再去医院 也许你得的只是流感 你去医院的话 有可能你就真正感染上这个病了 所以这个事情 主要还是要看这个 当地的这个医疗系统 是不是已经崩溃了 我觉得 如果是已经崩溃了 我认为在家里 在对于轻症患者 可能会更好一点 但是如果他 医疗系统没有崩溃 还可以运营 那当然是去医院比较好 我只是想提出这个建议 张医生从昨天到今天 从头到尾讲的都让我非常的开心 不管是专业 而且是对普通民众的教育 都说的面面俱到 我问一个问题 不是问张医生 问和平 我看到这个大家在网上写的这些评论 我想问有百分之多少是 从中国大陆的跳墙写的 有多少是在海外 在美国我们的观众 大概是百分之三十 那么对 百分之三十是来自于美国 百分之十几是来自于加拿大 也就是加拿大和美国 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然后剩下就是日本 香港 然后这个台湾 中国大陆因为它主要是通过 翻墙软件来 所以我们很难判断它是通过什么方式来 因为我们这些报告都是这个谷歌提供给我们的 根据他们所统计出来的这种精密数据 但是他们没办法判断翻墙是怎么来的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独立的这个访问客户 大概是350万到500万 甚至有差更多一些 所以有一些留学生 几乎每一天把我们的节目几乎采取同步的方式 他们压缩成为音频 传送到中国大陆内地 那么有的可以达到几十万 或者是几百万的这个约度量 那么像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到 我刚刚看了一下号台 已经大概快三万人看了 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油管上 我看到他们的评论 我觉得好像是海外的占很大多数 可能倒不好占绝大多数 因为大多数人脑子都很正常 如果他经常看明镜的节目的话 如果看了三年脑子还不正常的话 那说明明镜是失败的 所以我们 对 对 对 你的声音好像不太清晰了 刚才你还录到视频现在听不见了 现在可以吗 对 现在可以 我大概是 我把手机关掉 对 没有声音了 对 没声音他可能关掉手机的 等他再想办法 很高兴能有机会 从和平的这个媒介 然后和两三万人直接的接触 特别是看到你们写的东西 觉得心里很开心 就是大家那个基本的心想到一起去了 这就和中国大陆的 其实是没法比了 现在听到 打开了 OK 你好 你好 等一下和王医生 等一下这话赶开 您继续讲 刚才没讲完的 是我吗 对 你 你刚才是不是没讲完 对对对 我刚才那个手机中断了 这个我把手机打开了 音响 这个刚才谈到这个病人是待在家里 还是到医院呢 是什么 实际上这个问题 钟南山说 待在家里两周就好了 这个一点都不稀奇 在上个世纪 1918年这个西班牙大流感的时候 新西兰 澳大利亚 他们也出现了近百十万人的这种大流行 因为那是一个全球性的感染 这个传染 报纸就登了这样的一个信息 这张图 这个在CDC 我昨天给大家说了 你要去查这个流感历史的话 可以看到这份报纸 或者是这个通告 已经发黄的一张页纸上 写的一条一条都写的很清楚 包括多喝水 休息 卧床在家 尽量自己隔离 自己监护等等 他写的非常清楚 基本上跟现 说句实在话 现在我们这些专家们提出的那些水平 包括钟南山说的那些东西 没有超过当年 一百年前人家说的那些东西 你讲完了 我将基本上就讲完了 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 实际上当时这个在西班牙大流感这个情况下 人家的资源也很有限的情况下 那么也是这样 通过媒体告诉大家 这个病现在没有什么治疗的手段 那么应该采取哪些防御措施 你自己怎么样自我保护等等 人家说的很清楚 一条一条的 那么公众呢 也很平安的就接受这个现实 他知道到医院也没用 大家都往医院跑 挤在那儿 也都是更可能 把这个情况搞得更糟糕 还不如我自己静静的在家里静待着 所以这个当时人家社会并不像武汉这样出现 这样子一个医院里头扑的闹的 搞得这个简直是人满为患 不可收拾的地步 人家并没有出现这种状态 而且也没有说是把那些医生搞得 24小时连竹转 那个护士的脸都被口罩居然都磨烂 弄到那种筋疲力皆的地步 没有那种医生 好 张医生请继续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以加的了 我就是想再强调一下 从他们这个病程来讲呢 大概就是说你得了这个病 大概七八天之内 从你发生症状 到你觉得有点想去医院 大概需要七八天时间 从他们报道这41例来讲呢 就是说大概有百分之 六七十的病人 实际上呢 他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治疗 你去了医院呢 当然医院可以把你隔离 可以 不让你传染你的家人 但是如果你在这个 不知道为什么有回声 你是不是在自己在听 我没有在听 我没有在听 可能是别人吧 可能是别人吧 OK 你再讲一下 你一说的话也有回应 我觉得 很奇怪 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 OK 好了 阶级地点破坏力 还是很短暂的 对 总之就是 对这些病人呢 在医疗系统崩溃的情况下 可能待在家里 是个更好的选择 但是呢 从这 当然也感谢这个 明镜给我们这个机会 可以把这样的信息 传递给 中国或者是 其他地方 这个普通的病人啊 什么的 希望他们知道 这个病情是 大概是怎么样的 不至于过于恐慌 但是呢 就从这个病来讲呢 就是说 还是有百分之三四十 会发展成重症 这些病人呢 需要在监护室治疗 需要在医院治疗 不然的话 呼吸衰竭 就会导致生命危险 这也是个 很困难的情况了 当然是 待在家里 也是个很 是个 不是个最好的选择 但是如果 你在武汉 如果医院已经爆满 没有办法收你 你需要在 他们的走廊里 等几天的话 如果你症状不重的话 可能得不偿失 另外一个呢 这个 在中国这种情况下 公共卫生系统的 这个崩溃 跟西方社会 这个同样 这个西班牙大流感的情况 形成对照的情况 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说 在西方呢 它很大的一个因素 它有宗教 这一方面的支持 很多民众 它是信徒 教徒 它这个可以到教会医院 甚至教堂 它可以打开大门 安排病床 这个安排那些修女啊 或者是这些 教堂的执事人员 来做义工 实际上就是一个护理啊 对不对 那么避免了家居 来做这些事 也避免了进一步的 这个在家庭内的传播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种隔离手段 和安抚的手段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 这些人也同时 给他们做心理的疏导 这个在这方面呢 中国大概就像 为什么我昨天想请 这个另外那个沈医生 来谈这个问题 就是说 在这种极端的 特殊的公共卫生危机 情况下的话 人的心理障碍 这些问题 实际上是可以导致 这个事件 最恶化的这个 很大的一个因素 在这方面 我们是基督 基督可以是个灵 甚至在中国 因为我们知道 在中国这个宗教 实际上是被受打压的 这个没有这个得到 这方面的这个支持 这是个实际上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但是在中国 我们医学生 学人文科学 这点是灵 懂得这一方面的 在美国的医院里头 都有一个小房子 干嘛 祈祷 你是穆斯林 专门有穆斯林的 这个祈祷的地方 你是这个 其他的天主教 基督教的 那么有相应的 这个教堂 给你做祈祷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非常同意 何医生的这个意见 我再说两句 就是说实际上 这个是需要 这个公民的自发力量 在这个时候 因为在中国呢 长期的这个专制情况下 他的这个公民的自发力量 都给破坏了 在你面临这样大的灾难的时候呢 你这个没有自己的 这个自救的这个机制 光等着政府来 肯定是不行的 像这样 你这个政府瘫痪了 整个社会就好像 已经乱了套了 但是在一个 如果你有这个 一个正常的社会呢 实际上他有一个 公民的自发力量 在这个时候呢 比方说通过教会 或者通过各种的 互助的这个方式呢 实际上他可以自己 来解决这些事情 不至于现在 像现在感觉就是 彻底这个系统 好像崩溃了似的 这个我还是要 请教一下问题 因为我们的这个网友啊 现在是几万人的网友 看了我们的节目 那么其中有一些网友 还跟我有私信的联系 那么有的是来自于北京 有的是来自日本 有的也是来自美国 那么说几位医生 都讲得非常好 但是呢 也有一些细节性的问题 需要请教 第一个就是说 好